大家好,這條片就是現狀了 需要居家隔離人士所使用的電子手環、抗疫包和注意事項 現在,因為有些人在登入院,是確診了 但還未有床位,需要在家裡等候 政府便會派發電子手環和抗疫包 好了,其實最詳細的資料在這個網站有了 是我的影片的,描述有這個連結,你可以按進去 你可以繼續聽 好了,首先假裝確診,等候入院,政府會派發電子手環給他 電子手環有多少款呢?原來有這麼多款 不過你應該收到主要是這三款 這三款都是需要連接這個流動應用程式的 至於抗疫包方面呢? 在包盤以上這三款 的快速測試包 還有三個牌子,不知道 它們會收到哪一種 另外又看看抗疫包 由於顯示到測試和量體溫 所以可能有溫度計 我都不太清楚 總之會有快速檢測包 還有不知道有沒有這個 金花青感果粒 好,上代入院人士須知 這個網站 我都會在我的影片的描述有個連結 可以按進去 或者可以打這個熱線 先按一下電子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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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戴照片 然後開你的智能手機 安裝這個 居安抗疫的流動應用程式 在App Store 上有了 就是這樣的 另外如果政府發出短訊給你們的SMS 都會有連結給你安裝這個程式 但是你可以在App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 找到這個程式自己安裝 安裝後 開啟程式 選擇語言 然後按新增手環 掃描手環上的二維碼 新增手環就是這個 按了之後 就掃描 好像安心窗一樣 掃描手帶上的二維碼 這些不需要不需要 那它就說 看看你家裡有多少條手帶 你可以加幾條都可以 那加了你家裡所有手帶之後 就按提交 審命 然後呢 輸入在檢疫所提供的聯絡號碼 和啟動密碼的 再按注冊 完成之後 就按 程式上 我已經到達了檢疫地點 然後 按照指示 走來走去 走一分鐘 慢走 完成啟動程式 這個就是 我已經到達了檢疫地點 然後走去走一分鐘 在四周都圈著 這邊在這兒 遊走 大家要注意 那這個手機 有安途可以 增加 роз消毒 你需要四周圈 開曼牙 就沒這個手袋 就沒有這個功用了,因為它是透過藍牙Wi-Fi去檢測 你的位置,所以你的手機一定要開藍牙Wi-Fi定位服務 因為你的手機是連著你的手機 就要留意,它的程式一定是要你掃描二維碼,確定你在屋內 即是你的手機也要開藍牙Wi-Fi 如果你成功了 如果我選擇開藍牙Wi-Fi的手機就有這個畫面 如果解滿後,可以在手機刪除應用知識,剪下手帶 問題是打5394-3150,或者E-mail郵箱 或者短訊傳送聲明 打5394-3388,WhatsApp也行 WhatsApp也行,9617-123,多謝你的合作 好了,我們來看看,其實政府的網站 看到這個畫面一按就有條 Youtube片是政府整項都很詳細解釋的了 好了,至於檢測 情陽性結局初步陽性感染人士,有什麼要注意呢? 每日清潔家居 如果共用洗手間,要即時消毒清潔 1比4,夾水定期將清水注入住水後 保持空氣流通 避免共同送餐 避免共用私人物品 避免與其他同住人士有面對面接觸 離開房間,要戴外科口罩 經常洗手 好了,這裡有個表 講一下如何符合出院條件 不過,有點日生月耳 大家可以上網站看看 好,聖經說 末世一處有瘟疫 將來天國來臨後,人們就不會再生病了 想知道多點,看看這個網站 本片和這個網站沒有關係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再見 好,再見 好,再見